女人一旦开口说这三个字,代表她嫌弃你了 爱与不爱是相对的 女人爱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她都觉得你是好的 但女人不爱你的时候,即使你做得再好,她都会嫌弃你 别再自讨没趣 当女人频繁为了这三个字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嫌弃你了 第一,在你们一起用饭逛街的时候,嫌弃你的女人才会说出好无聊 当你和她正在约会,她不停地跟你唠叨,说好无聊呀 这已经很明显了,她可能嫌弃你了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爱你,对你是真爱 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不会有无聊的感觉的 相反,如果她对你不再有爱意了 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都觉得是一种折磨 都会很不开心,就会嫌弃你 爱你的女人,只要能和你待在一起 哪怕不做其他的事情,都已经很满足很开心了 当然,她们也会非常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总结,这时候作为男人你应该明白 女人跟你在一起,不管是吃饭还是逛街,都觉得没有意思 觉得无聊的时候,其实是在嫌弃你了 第二,对你说你好烦,这样的女人已经在嫌弃你了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接受不了的事 就是自己的女人说自己啰嗦,说自己好烦 因为这看似简单的几个字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对她尊严的玷污 当一个女人和你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也说明她在嫌弃你 当然,一个情商比较高的女人,也不会轻易对自己的男人说出这三个字的 一个深爱你的女人,她是不会嫌弃你烦的 而是更想和你待在一起 她只是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她 关心她,呵护她 只有嫌弃你的女人才会嫌你烦 希望你不要在她眼前晃悠,走得越远越好 总结,对一个深爱着自己的男人的女人来说 不管对方做了什么,都不会嫌弃她烦 相反,男人就应该明白 第三,在吵架到要分手时,随口说出随便你 那么这样的女人嫌弃你了 作为男人都爱面子,特别是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更希望能有自己的尊严 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之间,吵架都是常有的事 但是一个爱着你的女人,即便吵架了,生气了 也不会在听到你说要分手的时候,说出随便你三个字的 因为她在乎你,她舍不得与你分开 其实吵架的时候,双方多半都不受控制 什么话难听说什么话,什么话伤人说什么话 都想与对方一争高下 当你们吵得非常凶的时候 分手或者离婚的想法就会冒出来 这个时候如果男人一冲动说出离婚或者分手 嫌弃你的女人必定会顺势说随便你 总结,一旦女人说出随便你三个字 那么她十有八九已经起头嫌弃你了 秦桑高的女人不会随意说出这些话 由于她小的,一旦启齿,证明她在嫌弃她了 总之一旦汉子从女生耻中听到这三个字 若是汉子有够聪明 那么她必定可以听出女人这句话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